放在那個你們那個portal上面 如果你找到最新消息 這個前一二三第四次 如果你有一些細節不太熟悉的話 請回去再 這個稍微練習 練習一下因為這個只要尤其是VBA部分 假如說你有一個地方沒有做對的話 那當然後面就全錯了 然後還有有關公式 像上個禮拜用到那個fine函數 這個其實也蠻常用到的 因為你假如說你要取得的資料是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某一個部分的資料的開頭 跟他的結束 那當然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 你變成說你可能就是要自己用看的 那看的話當然會 很突發煉鋼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現在 職場上面最需要的就是說 具有撰寫這種基本的公式 或者程式能力的人 說真的如果你又要到 這個業界上班的話 那你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一定會 所以你將來如果你的履歷表上面 盡量能夠加一些跟那個程式設計有關的 相關的專業 我覺得這個 你會比較有機會 但不一定會被錄取啦 但至少你會被面試到 所以你看這個常常有新聞說 什麼丟了幾百封 這個求職履歷 奇怪為什麼都沒有回應 都沒有人找你 為什麼你其實可以想一想 因為 當然 公司要找的就是說 第一個 可能 這個要效率要高的 那效率怎麼樣判斷說他的效率是高的 基本上 現在基本上工作上一定會用到電腦 這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但電腦部分的話 大概要哪一些能力 最基本的一定是office啦 所以你office 所有軟體應該盡量 一定要熟悉他 OK 再來的話就是可能要提高效率的方式 怎麼樣提高效率呢 其實 方法很多啦 OK 當然 不是說找一堆人來 那當然 現在 公司成本最高的 人事喔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其實人事不是說 為什麼現在薪資 看起來好像帳面上不多啦 其實還有很大原因是說 如果一個公司要請一個正式人員 他裡面還有包括勞健保 可能勞保健保 加上去的話 其實就 跌上 因為 像如果你們付健保費 或勞保費 其實 你可能只付三成 公司要幫你付六成 那如果你還有撫養親屬的話 那你的撫養親屬 公司還幫你負擔那六成的 所以其實付下來 公司的成本 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公司 他們都請那個兼職人員 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他可以規避這個費用 甚至說有些是什麼 我跟你是 不是我不是 雇佣關係 我跟你是合夥人關係 像現在最近在討論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UberEat 或Foodpanda 他們關係 他們會認為說 我跟你是合夥人關係 但是 可能 一般認知 你 你應該是 雇佣關係 雇佣關係的話 可能就是要負擔 他的勞健保 費用 不過這最後是怎麼樣 你們可以再關注一下 這相關新聞 那當然 如果你希望你將來的機會 會比人家多的話 可能你就要去注意到 現在的趨勢 可能 哪些東西是現在最夯的 這個專業技能 如果你會的話 那相對的 當然你的機會 比別人多很多 像現在 像我常上課 喜歡講 ABCDEF A的話就AI AI 大家都聽過 AI是什麼 你大概 如果可以的話 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以後可能面試人家問 這個 什麼叫AI OK AI用在我們這個行業要怎麼去 去使用 這個專業 對不對 B的話是 BigData BigData應該知道什麼 大數據分析 OK C的話就 Cloud Cloud什麼 就雲端 雲端如果 假如說你相關的雲端 如果不太熟悉的話 那當然 你就 就會是個問題 像我們上課 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放雲端硬碟上面 Google上面有一堆的雲端 這個叫 公有雲 你是不是對 公有雲是不是都很熟悉 如果不是的話 請你回去 再多多了解 像最常用到 比如說 雲端硬碟 這個 很重要 如果你雲端硬碟 不太會用的話 建議 你花一點時間了解 他不是說 只有 基本像我們現在這樣用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我現在這個用途 大概只有1%而已 其他還有什麼 Google地圖 這個我想應該大家 吃喝玩樂 或出去 甚至 導航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 好像我 每次開車來上車 我用這個導航 之前會用那個 GAMI 現在就比較不會了 而且上面其實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甚至慢慢Google會在上面掛廣告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對這個不熟悉的話 建議可以了解一下 而且這上面還有一個什麼 Google裡面有個在地想導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就是說你可以在上面評分有沒有 那當然他上面就有那個等級啊 比如說你 1級 2級 3級 4級 5級 最高的話是10級 對不對 最高10級啦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 等級越高 當然你對雲端的能力越高 所以你家履歷表上面你怎麼證明說你具備有雲端應用的能力 你可以把你的等級秀出來 老闆 這這麼厲害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等級 各位應該最高等級多少 有看過最高多少 沒看過嗎 我不知道我的等級多少 因為我也習慣在用他 所以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的 那當然我用的還蠻 蠻平凡的 所以 上面的話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那個YouTube啦 所以YouTube如果假如是你 上面沒有頻道的話 那你當然就是要在那上面建一個頻道吧 如果你沒有YouTube 當然不一定要當網紅 可是至少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你 在上面 是有一個頻道 所以將來 也許你 還有YouTube頻道上面的那個 訂閱人數的話 其實有一個指標啦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目前的那個 在地商導的等級 我是第9級 第9級的話 那 離第10級 只差一步而已 有沒有 最近 在 他第10級就是 10萬分啦 我現在的分數已經是 99000多分了 剩下一點點 那我可能就是在等 一個 比較合適的時間 再升到第10 我不知道第10級會是什麼 好處啦 那其實你說第9級有什麼 第9級其實 Google 雲端他就送我 免費送我 總共是2GB的空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目前這邊有 2TB 不是2TB 2TB的空間 也就是我這邊現在2TB 是免費的 那為什麼有這2TB 就是因為我升級到 這個第9級 然後他就免費送我 2TB 那2TB其實非常大啦 我其實用不完 如果2TB要買的話 一個月好像要330 台幣 所以其實我覺得 也是 不如小補 而且未來 Google地圖 他慢慢會跟很多銜接 比如廣告 所以很多廣告主會在上面登廣告 也就如果你將來有上面你有做一些評論 或者如果你有放一些照片 其實以後也會像YouTube一樣有廣告分論 這是一個趨勢啦 只是說什麼時候會有這種廣告分 我不知道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相片喔 像我在上面呢 我放了總共有一萬六千多張相片 你會發現 一萬六千多張怎麼放上去的 反正我只要到個地方 我就開始拍照 因為我蠻喜歡攝影的 那以前會拿個單影相片出去 但是現在我覺得單影太重了 所以現在手機其實都已經效果不錯了 所以我就到處拍拍拍 那他每次都會提醒我 說我的相片目前有多少人觀看呢 總共有這麼多人觀看 三千 八百 多萬的觀看次數 三千八百多萬 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其實不太懂 什麼什麼照片會是最多人觀看的 其實 看了一下好像也沒什麼 就是有什麼瑞芳車站 就這樣一個照片 他就最多人 總共有九十多萬人看過 還有呢就是 一個麵包 大家也很喜歡看麵包 所以我後來發現 阿發就是去那個 鋼山 這鋼山不是高雄鋼山 是日本的鋼山 有那個吃東西 把它拍個照 然後租車 對我到花蓮 我也試著租個車子 OK 諸如此類 就是這些什麼 一些 只是一個紀錄 我本來只是想要紀錄我的生活 沒想到我放到七萬 怎麼這麼多人看 讓蘭奇我對於 分享 這個 相片的這種動力了 我發現好像 有時候現在 甚至出門是因為 我想要拍一些照片 有人看 好像有點刷存在感的那個味道 感覺 我好像很被需要的那個感覺 所以就讓我更想要出門了 然後更想要去看一些 有些地方沒去過 然後呢 我就想要去那邊拍個照 然後拍個照分享 有更多的觀看次數 這好像也是個正循環 比如說我 當然你會想說這能夠賺到多少錢嗎 目前可能是沒有啦 它頂多是提供我雲端空間 但未來會不會有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就是 興趣嘛 OK 有的時候說真的你工作 如果只是為了賺 賺一點錢 而去做那件事情 你其實 並不一定會快樂 但是有的時候 你做那件事情 不一定會有酬勞 尤其甚至沒有酬勞 你反而會做得更開心 像有時候你幫助一個人 你會收多少錢嗎 但是你從 幫助人 所得到的那種 感覺好像 被需要的感覺 有沒有 你會覺得 這個其實是無價的 有沒有 或者說你 你對你身邊的親朋好友很好的時候 你有時候也不是付出 也不是為了說 得到什麼樣的金錢回報 但是你卻覺得做得反而更快樂 OK 那這其他無價 OK 所以 可以 養成這種好習慣 另外的話 其他還有像 YouTube 甚至YouTube YouTube我跟各位講過 我上面的 訂閱次數 其實 訂閱人數當然沒有像網紅那麼多 可是至少我也有三萬多的訂閱 而且我 我在YouTube上面的頻道 不只一個 我YouTube上面至少 我算一下好像大概有10個頻道吧 可是有廣告分論大概只有兩個 因為後來他的規定並嚴苛了 他這個 廣告分論一定要1000個訂閱以上 而且每 好像每一個月 一定要至少多少50萬還是多少 觀看 流量 才可以 這個廣告分論 那到底好不好賺呢 其實你們可以Google找一下相關的YouTuber 他們好像都會分享 我發現很多YouTuber 很喜歡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他從YouTube上面賺到錢 這件事情 應該都有看過吧 我看幾乎每個YouTuber 尤其是 剛才會紅的 剛 新鮮的 他反而對這些 更 有一些動力 所以我建議 各位如果對這些 上面的雲端資源 如果不太熟悉的話 我建議可以 不一定是Google 也許你可以用Apple的 或者是其他家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就是趨勢 所以我剛剛講 A AI B就Big Data C的話就Cloud 雲端的應用 這是雲端的設計 雲端還有分成所謂的公有雲 像這個是公用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 另外還有私有雲 私有雲就是你可以去架雲端 你可以創一個雲端 那如果你要創雲端的話 其實你可以 當然這邊你要花一點錢 去買一個機器 像目前很夯的 像這個NAS NAS 這個NAS是什麼呢 其實就長這樣 一台其實 大概幾千塊吧 如果你們 大概有便宜的話 兩千多塊 其實就有一台 他可以怎麼樣呢 放在家裡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類似就是 像剛剛那些功能全部都有 然後但是那是你自己創出來的 然後可以給 比如說自己公司那一部 或家人 共用的話 其實可以用類似這種東西 就是所謂的私有雲 你的隱私可以自己控制 比如哪些要不要公開 哪些不公開 不會說像有些東西 你放在公有的 突然被人家 曝光或怎麼樣 都參觀問題發生 OK ABCD D的話就像影像辨識 像現在很多 車牌辨識 停車場現在都車牌辨識 像我們現在門口 也好像要做車牌辨識 或甚至你們現在門禁管制 有沒有 以後這個門 會不會做一個 鏡頭 那如果 你是上這個 課的同學 他會登錄 你一進來 根本不用做什麼事 門就打開了 未來 未來 現在可能 也許還有隱私的問題 諸如此類的 那 第一 一的話就電動車 電動車也是個話題 像特斯拉 應該沒有不知道的 OK 然後 一的話就是 Fintech 數位金融 等等的 相關的東西 其實建議各位可以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一下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學習 程式設計的道理 因為 ABCDE所有東西 背後都需要有 程式設計的能力 才有辦法做到 否則的話 你 後面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 這個 可能 應用上的問題 所以上禮拜部分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請各位 再幫我到哪裡 到雲端上面 我們 GG點 還記得吧 GG點 GG 然後 斜線 Excel Excel To VBA 這個網址 進來之後的話 請你到雲端白板裡面找一下那個 第一個單元 雲端白板 裡面找一下這個 第一個單元裡面 裡面就會有一個 叫做台北市的竊道 什麼住宅竊道 這個什麼點位資訊這個檔案 你把它打開好藍色的喔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跟我們之後那個 其中 你們的其中成績有一點關係 什麼樣的關係 第一個 這個東西的話呢 當然我是怎麼取得的 你可以 在關鍵字裡面打那個開放資料 那 其實呢 在開放資料這個關鍵字 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話 你可以 可以Google一下 開放資料 那什麼叫開放資料啦 當然了開放資料最常 被提到的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 當然還有很多的喔 除了政府之外 其他企業啦 或個人也可能有開放資料 大家開始還玩雲端了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呢 如果我的網址是data.gov.tw 這個網址當然就台灣的 但如果你是data.gov的話 這個網址是點到哪裡呢 這邊就要連到美國 美國的開放資料 也就全世界都有開放資料 OK 不過大部分還是民主國家會開放 如果 我不知道 點CN會不會 data.gov.cn 我還沒點過 會不會有 有開放資料 還是跳出來 是怎麼 Data 有沒有 點GOV 點GOV的話 當然你連一定是 打錯了 Data 點GOV 這個一定會連到美國的開放資料 所以那一定是全部英文的 有沒有 Data.GOV 那裡面的話呢 有相關的美國現在有相關的資料 有沒有 你可以按照類別 哪些類別 或者所有Data 他這邊也可以搜尋一下 甚至你可以找什麼 找COVID-19 或什麼的 其實是相關的 只是說因為全部都英文的 裡面的下載的格式 包含就是 Jackson CSV 當然是PDF OK 不過英文 如果我們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點 點TW 如果點CN我看看 我還沒點過 這有點敏感 OK 有沒有 還是因為沒有這個東西 好 因為沒有開放資料 好 好像點不到 算了 這有點敏感 OK 點TW好了 Enter 好 點 這個前面是 HTTPS 前面不用 不用Triple W 點Data.GOV 點TW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台灣的 這個 開放資料 那裡面的話呢 全部的資料集 總共有開放多少 開放的資料類別 總共的資料集 總共有46,868 而且資料量還會越來越增加 裡面包含哪些呢 像中央政府 地方機關 還有像一些什麼主題 提供 甚至 底下還有 個別的 這是什麼 服務項目 比如說公共資訊的 有3萬 多個 檔案類型 那 你當然 一般習慣我們上課還是習慣會從那個檔案類型 一般CSV 跟XML 這兩個 其實基本上 佔了 大概 八九成的吧 OK 那這些的話其實都可以拿到Excel來用 也就如果是CSV 或 XML 通通都可以拿到Excel來用 那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 想要知道 開放資料裡面還有像桃園 還有像內政部等等的 甚至還有台北市 比如說我想知道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說呢 其實做的不是很精確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失缺率高不高 你可以到 台北市 這邊說我舉例子 當然你們也可以找桃園 或者是其他縣市 然後呢 我在這邊打一個什麼打一個關鍵是要竊道 竊道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會列出所有跟竊道有關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關 住宅有沒有 有 有沒有 台北市的住宅竊道 住宅竊道 點位資訊 另外還有什麼呢 自行車 汽車 搶奪 強盜 然後 機車 等等的 OK 那也就是說 從這邊其實可以看出大概的治安 比如說 到底 那個 台北市 失竊的狀況 嚴不嚴重 甚至啊 如果你的摩托車 假設 放在台北市 到底 會不會容易失竊 資料多不多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他只要有人報案 他就把那個資料公開 那我們先來看住宅竊道點位 OK 出宅竊道點位的話 你會發現 他裡面 就跟你講說 這裡面的主要欄位有哪些 有編號 案類 發生的什麼 日期 時段 還有發生的地點 地點他當然會給你一個地址 不過那個地址 可能因為個資的關係 他沒有很完整 所以 那我們要怎麼取得呢 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按一下下載 假設我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它下載 因為我是用Chrome 瀏覽器 下載到下方 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個 那而且 這個上面名稱叫 所以我們把它打開好了 這個地方的點擊旁邊的箭頭 在資料桌中顯示 那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格式 他的名稱叫 台北市的104年1月 到109年的8月 所以8月到 上上個月的資料 都有 然後呢 他的副檔名特別注意 他是點 CSV OK 所以特別注意 他不是點 XLS X 就是不是Excel檔 可是你會發現 CSV檔 直接可以用Excel開 所以把它點兩下 打開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提供給我們這些資料了 那你只要Ctrl向下 你可以看出來 他總共的話呢 比數是3040 3039 總共有 也就是說呢 從104年 到109年 總共這些 這6年來當中 怎麼樣 他的切到總共是3000多 多件 那6年除以3000的話啦 大概一年大概500件左右 也就是說一天 大概一點多件 一天 台北市 大概應該至少有 應該有100 100萬戶吧 100萬戶呢 每天發生的機率呢 只有百萬分之一啊 所以你會發現 治安算好嗎 看起來應該 感覺起來應該是OK的吧 你們可以找一下 桃園啦 看看桃園也沒有 這個資料 好 那可是問題喔 我想知道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 我剛剛講三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哪一區 哪哪一區 發生切斷件最多 可是問題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想知道哪一區的話 記得喔 如果你沒有那一 那一個欄位的話 你是無法做統計的 所以我們有個 第一個需求 請你把 這個地址前面呢 地址這一欄 按右鍵 選取它 按右鍵插入 一欄 這邊的話呢 輸入叫區好了 那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把區搬過來 獨立出一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呢 我需要哪一條路 所以呢 我要插入第二個 第二個欄位 叫什麼 叫 鹿好了 不過鹿好像 好像不完整 應該還有什麼街 對不對 它有些是街 有些是鹿 像這個是鹿 甚至還有一個什麼 市民大道 所以喔 也許我們名稱叫什麼 鹿街 道好了 不是街道 路街道 那如果說區比較簡單 區的話你會發現它的規則蠻單純的 剛好在第幾個字 區嘛 當然你不要傻傻的什麼 點兩下複製 貼過來嘛 OK 那這樣貼 貼三千 三千多次貼到什麼時候 當然不是這樣喔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可以插入一個 函數用什麼 如果今天需要切第四個字到第六個字的話 切那個字還記得吧 哪一個 這個叫 Mid OK 這個函數 Mid函數 按確定 他會問你說 你的資料在哪裡啊 在這裡 那你從哪個字開始啊 從第四個字開始 那要幾個字啊 要三個字 有沒有文山區就出來了 點兩下 區就OK了 你們應該可以理解 你不要 不會啊 不會到時候你上班 老闆說 你什麼資料都還沒給我 沒有老闆 我還在複製貼上 老闆可能會 三條線吧 OK 不知道該怎麼說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 路街道 各位有沒有發現 路街道 像這個我要取的是萬寧街 這個我要取的是 忠孝東路 這個取的是什麼 新生北路 有沒有 這個 新生北路這個 那問題來了 哇 規則好複雜 所以 這個可能就比較麻煩 要怎麼樣 可以取出什麼 我要的這個資料 當然不是叫你Ctrl C Ctrl V 而是要什麼 用 公式的方式 或者是你用寫VBA的方式 來做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想想看 因為他的規則 你會發現 他如果 因為這當然他沒有前刮壺後刮壺 前刮壺後刮壺 可是他其實有類似的概念 前刮壺前面一定是什麼 可能是里 有沒有 可能是區 可能是零 但是零會比較 比較早 因為你會發現像這邊 一定會 如果有零的話 一定是零開頭 如果有里的話是 李開頭 如果有區的話一定有區 所以 這個可能就是什麼 而且他的這個地址 還蠻奇妙 沒有統一 有的有里 有的有零 有的沒有 那就麻煩了 所以前刮壺可能是 零 里 區 然後刮壺的話呢 可能是街 可能是路 那另外可能什麼市民大道 可能是道 街 路街道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必須怎麼樣 抓出前面的 把中間切出來 中間切出來怎麼切呢 用MID 所以 這個跟那個 上個禮拜那一體 有點類似 只是說 又比上個禮拜的那一體 還負責 因為上個禮拜是很單純的刮壺 那現在不是刮壺 而是一個 某個東西 某一個字 所以如果 我要用FY函數 可以把這個結果 做出來的話 哇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想想看 所以我把重點 提示一下 第一個呢 請各位 搜尋那個 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裡面 找到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這邊輸入什麼 竊道 輸入竊道之後的話 找到住宅竊道點 把這邊下載下來 好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